南投县议会5月19号召开第17届第9次定期会议 为期一个月的会期将针对县政发展及县内各项公共事务进行审议与质询 本集带来议员蔡明源本会期的质询内容 本县境内猫罗西某些区段容易泛滥成灾 议员蔡明源指出 因为猫罗西下游河道比上游更窄 每当大水流至下游 河道缩减 水位上升 通过堤防造成临近区域淹水 呼吁县府与第三河川局协调合作 保障献民的生命财产 我们在猫罗卡的摆植的县城是不是有一定 从我们的县来县开始 在新年轿开始下游 到我们的平年轿 平年轿再过来接到分红了 这个县城是不是都白话 但是现在在南岛关的管车里面 是不是说我们的管车里面的县城 我觉得最近我发觉到 我们的县城在新年轿下游 台湾记住我们整个月 好像参加了250米的县城 他那个县城 我一直下游到台湾到那里面 那里面可能是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技术性的处理 那里面有比较多了 那里面有200米 200米又过了后就变250米 这250米又一直下游到分红球 上游台湾接到讲法官的游 那我们现在上游有这么看 250米的看到 你这下游它都处成又缩外了 不猜说我们现在上游在在苏震 在在山寸 山寸也很厚的 就这么厚了 会被人处成又缩外来 后面最近才会被人处来 来的时候 下游缩外来的时候 是不是后面再收准都了 这点 我示范说 处长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虽然说 这是百合球的管车 但是对于南部官 这处备的安全 有相当多的危险 在南投发展早期 政府为便利线内交通 因此提拨某些公有土地 以低廉的价格 卖给客运业者 设置客运总站及转运站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许多业者纷纷将土地 转作商业用途 议员蔡明媛解释相关的历史渊源 并直询今日的现况 这个目前 我们南投官 以前的南投官的交通 台队这个土地 都在我们建设所地的关 以前国庆庭都有 这个历史的用途 现在我刚才问太医院 他说像截山的 这个外面客运的 车头用途后途 所有的 以前的车头 土地都没有了 穿南投 黄罗教的也好 讲我客运 他有改这些老虎 建设我用 多目标的使用 给他留一堆 南投客运 来改做历史了 讲这土地 都做其他的使用 那么现在车在停车 在上下车 甚至说 在车在那里 在等台人客的 在路边都在闪着 都在闪着 闪着整个车都在闪着 这个部分 我实际说 刚才是三方官 在讲我们这土地 我记得 以前南投区的车专用地 都在我们南洋港 管长的时代 有幽灰 我们这国业顺利 就像说 幽队 车头 客运的 还是银行 这些单位 都有特别 幽灰这个阶段 让他们来告知 那么现在 他们将这个土地 来买掉 买掉后 是不是有什么 拿一部分出来 拎到 以前我们 幽灰让他们吃这个部分 除了土地增值的利润 将客运站转卖后 也连带使得客运巴士 无处停车 只能暂停路旁上下乘客 连带影响了周边交通 议员蔡明媛对此 呼吁警方 加强取缔违规停车 同时要求追讨 变卖土地的利益 降低现户财政损失 他说你现在看 现在一些客运公司 以前刚才 我们的監視庁 总达前行 他们这和国防 都没收了 都漏迷 现在停的 就是在那里 担人去 这样 搭到整条路 甚至我们的 准够比这条 停车停这条 的这个道路 可以说 高通 非常複雜 还有 还有 最近面上 面上 车子 在想拜祭公 警察局 要留在那里 那位 车停 撞到路上 摸到看买 车就倒下了 那警視庁 又哭死 有人车 跟人车 动车 两台车 车 扭到 就车 所以说 尊重这种状态 我們將這個原地的這個車站的用地 要把它賣掉 沒有來把我們的政府原地有效的 年報完成以前 本身是因為這個土地 沒有年報以前 土地的使用版本 不要把它賣掉 你不要賣掉 你如果要賣掉 有沒關係 你把它賣掉 賣掉 現在現場的就是 東西炸掉 炸槍一半比較多 所以說 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說 我們的處長也好 代理館長 要拿出砍掉 這個部分應該要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館長的這個土地 它有效的 他們把我們賣掉 這個人賣掉 他們看要怎麼 把我們離譜都回來 讓我們政府 不會去損失才能這麼大 客運載客影響交通 販售後的用途也產生新問題 議員蔡明媛 以南投市某量飯店為例 由於該店經常需要卸貨 卻沒有足夠的卸貨空間 因此載貨車輛與堆高機 產生額外的噪音 廢棄與危險 影響周邊的居民 要求警方嚴格執法 再來還有一段就是 也是一樣的這個車頭 他現在做的這個 吃肉糊 做吃肉糊的東西 他把牢穿車三分之做車頭 這吃肉糊 這個大型的商店 他在進出十歲 他沒有留他的進出十歲 這個停車子 都在大樓就在說 鐵高機仔那兩棵的那 都大樓就在鎖 都在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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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經齁 在大樓在鎖的時候 他在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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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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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知道 那時候可能沒有 在那裡 人在那裡 可能就牽涉到鎖 他們 這個 這個 這輛車的 鎖鎖人員 這麼高興 他送給他 所以我請問 這種 他這個 很大型的 這個商店 這個 這個部分 他要 開鎖鎖鎖 這個商店 不可以 你說 一半 他的鎖一半 來幫他鎖鎖 所以說 我跟他們的 店長說 我說 你這次鎖鎖鎖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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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鎖鎖鎖鎖鎖鎖 特別說在那裡讓我們這些土豪,在那裡過時都在那裡,有時候把你們打電話都說, 他們的餐廳沒有留意,那如果有留意,費錢就當,費錢就當了, 因為我正經地討論,這個部分,我希望教長你能夠費錢。 南投縣境內多山,全縣95%都屬於山坡地,因此中央政府開征的山坡地利用回饋金, 對本縣居民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議員蔡明媛認為,南投居民的生活並不比其他縣更好, 建議縣府區別土地是否作為商業開發用途。 山坡地的這個部分,我們南投縣剛才,在我們農業市長, 提起我們南投縣百萬一、九十萬都山坡地。 我們南投縣百萬一、九十萬都山坡地, 剛才我聽到我們的副管長,代理管長, 就在說,我們南投縣的一些山坡地, 沒有實施這個回饋金的時候,對我們南投縣的影響也有所, 來影響我們南投縣的這個縣。 就是我認為,這個山坡地這個回饋金中央一條命令來, 要求我們怎麼這樣做。 但有確保理說南投縣的縣民的生活, 九十萬一、九十萬,我們就去實施。 雖然啦,剛才我們成員這歲當中, 要有幾個的關係,要沒有實施。 但是我們南投縣有比這幾個的關係更好, 比基隆,比台東的地方不更好, 因為台東的山坡地區,我們住民的保重, 政府保重很大,他們的平衡,他們的風景, 他們的鄉事都比我們這個地區更好。 所以說,真正這塊有需要,要把它強調, 就是說,我們南投縣的這個社會, 比拐一百萬一還不更好以前, 那你來試試這個回饋金。 那這個回饋金,當然啦, 剛才,台東的院長說, 有這麼多這個工夫修長, 他就做一些大的商店, 來南投開館, 說我們這裡不用回饋金。 但是,我是認為說, 甚至可以將這個回饋金, 來分為相約要更多。 因為在北方,一個八星, 做到要死,欠到要死, 才要去一間房子, 原來美國六大門, 十十、十十二的這個回饋金。 現在呢, 縣內大環境不佳, 因此議員蔡明媛呼籲, 縣府應該多加照顧百姓, 外來的盈利事業, 科征利用回饋金相當合理, 但一般百姓辛苦建立的房舍, 額外課征此筆金額, 則不甚公平。 議員蔡明媛呼籲縣府, 應該審慎考量相關問題。 老闆先生, 縱審的農家, 我要拿來計五檔這條, 我本來要起一間房子, 你沒收錢了, 然後還來五檔這條, 所以剛才, 台地管長的稅源也是有利, 但是有你的當長, 是不是這樣呢? 對外面都要你的, 拿出賬物。 如果說要兩萬元, 帶來賺錢, 這價錢去找什麼, 沒關係。 對 他就快來了 對 你說基礎在我們老闆大官的官民的生活 我們要跟他照顧 因為不簡單 只要有辦法勤勤勤 要去一間房子 你後來給他這個回饋金 早期都沒有這個東西 你來給他 休息 不然我們老闆大官百分之百分之百 就自從這個老闆老闆 就坐起來和那些薰荷石布 那些薰荷公司也要過行的三保地保育室 所以說 這個三保地保育室的認真 這麼多這麼多看 我們要實施這個問題 這個辦法 應該 當然 應該是 雖然說不需要提供運動 但是也有需要說 提供運動 提供運動 包括我們大家 可以了解 方向現在的官政府 要實施這個 當然的這個年齡 這個回饋金的這個 這個保養 我們就了解 我們有一個生意的主題 沒有一個想法 你現在開始 去年十二月 十二月以前 公佈 整個車開始實施 現在有一些 十二月 沒有請出來 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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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請出一句 是不是請大家 觀眾 你可以再信奉一下 看完議員蔡明媛 本會期的質詢內容之後 觀眾朋友應該更能充分體會議員 對於鄉民的關懷之情 從淹水問題 交通建設到稅制爭議 議員接替民眾發聲 期望在本次質詢之後 政府能夠加倍用心 積極作為 使本縣居民獲得更幸福美好的生活 民意新聞簡易芬林耿鈺專題採訪報導